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 4 5 6 7 8 9 10 11个 所以这一段三个月的过程里面 总共有出现11个重要的支撑 重要的买进讯号 所以大盘的格局就这样 你会觉得很高 好像涨很多了 可是它偏偏下不来 原因就是因为下档的支撑非常的强烈 那我们再看电子骨 电子骨比大盘更强 原因很简单 两张图一比较你就知道了 这个比较短 对不对 这个比较长 那代表什么 代表电子骨的力道比大盘更强 所以我们说这一波很简单 你就是买电子骨就对了 到目前为止 这个多头格局 它并没有破坏掉 所以在操作过程里面 你不用去预设立场 涨到这里很多了 不对 这样操作观念都是不对的 它要涨到哪里 你就不用理它 直到转空 直到出现卖讯为止 那时候再来考虑退场 就这么简单 那我们说股市看得懂 不赚很可惜 一波行情三个一过去 很多股票涨很多 你没有赚到真的很可惜 股市看不懂 每一笔 你可能因此而赔钱 都非常的可惜 那懂跟不懂之间 它们中间只有一座桥梁 走过这座桥梁 你愿意走过去 就是海阔天空 你从此你就看得懂了 当然你在桥梁的那一端 你可能永远都看不懂 常常都会让你赔很多钱 一旦走过去了 海阔天空了 你懂了 那懂了 每一笔你会觉得 哇这个不赚太可惜了 这种行情 怎么可能错失呢 昨天有一个新会员跟我说 做股票 对我的观察 他说我做股票 好像在吃烤鸭一样 我说这个比喻蛮不错的 我想听听你的讲法 为什么说我做股票 他的感受 说我好像在吃烤鸭一样 那怎么说 他说烤鸭是一片一片一片 慢慢地把它片下来 然后沾酱 然后来吃 他说发现我做股票也是一样 就这样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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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片下来 慢慢地来品尝 而且非常的有耐心 该进厂的时候进厂 该出厂我就不要它了 烤鸭说真的 我对烤鸭真的是 蛮有研究的 我本身很喜欢吃烤鸭 烤鸭非常好吃 来 不晓得大家认识这只鸭 这只鸭叫做 金银酒店的樱桃鸭 这只鸭曾经在商业周刊里面 介绍过专门的文章 说这只鸭 救了一家酒店 那为什么这只鸭会救一家酒店 因为这只鸭很有名 很好吃 听说网路上票选是第一名的 全国最好吃的烤鸭 就这只叫樱桃鸭 那这只酒店在 这只鸭是在 这个金银酒店 宜蘭金银酒店里面 出了一只鸭叫樱桃鸭 非常的有名 非常好吃 那因为这只鸭 非常的有名 非常好吃的原因 所以很多人都去那里 订房或者是订餐 因为这样 宜蘭 其实宜蘭也不是很繁荣的地方 饭店的生意说真的不是很好 但是因为这只鸭的原因 带动很多人去那边吃烤鸭 带动它的住房率 带动它餐厅的 这个客人的数量 所以说一只烤鸭 救了一家饭店 就在讲这只鸭 全国最有名的一只鸭 叫做樱桃鸭 就是烤鸭 非常有名的一只鸭 当然我本身也去品尝过 我觉得它的味道很特殊 它用 弄完之后 一样师傅一片一片把它片下来 我们知道烤鸭都是 一整只拿出来给你看 很漂亮 然后就开始 师傅就站在旁边 就用刀工 一片一片一片的 把这个鸭把它片下来 一片一片的把它片下来 片完之后 它把它放在不同的 这个沾酱里面 所以你发现 你吃的每一口樱桃鸭 口感都不一样 有的酸酸的 有的甜甜的 它加了很多不同的佐料在上面 我们一般吃烤鸭就是一个味道 那这宜兰的樱桃鸭 煎酒的樱桃它很用心 然后弄一个小汤匙 把烤鸭卷很多 这个酸甜苦辣的 这个酱料在里面 然后你吃每一口鸭 你都觉得味道都不一样 有时候吃起来这一口 甜甜带酸 那下一口又带的 这个好像有很特殊的东西在里面 反正每一口的口感都不一样 这是我吃过比较特殊的地方 依然的樱桃鸭 非常非常好吃 我觉得是蛮不错的 当然我们台北市也有很有名的鸭 叫龙都 这只鸭在我们台北市里面就有了 那这只鸭如果你要排队 你现在去一定没有位置的 你放心 最少要一个月以上的定位 你才有办法吃到这只鸭 比如说你现在 比如说现在是4月8号 那你请5月8号以后才要位置 你现在去是没有位置的 那每天都是客满的 这只鸭也非常有名的 叫龙都的烤鸭 那我本身我去吃过这只鸭 看起来其实非常非常好吃 那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烤鸭 讲到烤鸭跟股票有什么关系 我们说做股票 如果可以把它变成跟吃烤鸭一样 哇那就变得非常非常有意思了 当然我觉得尤其我这次 这个重感冒 说到现在头都还没有完全好 那声音还是有点沙哑 身体还不是很舒服 每天我大概都七八点就睡了 那最近我也没有吃高血压 因为以前每天都要吃高血压的药 那最近因为太早睡了 那血压都蛮正常的 只是一个缺点就是 大概睡到两三点天就亮了 然后在那边滚来滚去 也睡不着 因为平常便没有睡那么久 那我发现人的身体真的很重要 身体如果不好了 身体有了疾病 那真的是心理的压力也很大 做什么事都没有劲 其实我最近大概瘦了四公斤 因为没什么胃口 那我平常很喜欢吃 这些美食 尤其烤鸭就是其中一种 那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 原因很简单 尤其这些生病我更感受到 要对自己好一点 为什么要对自己好一点 因为一辈子不长 或许有一天 然后就蒙族重召 然后就走了 就到上帝身边去了 像这三年 我爸爸过世了 但我爸是心脏的关系 突然一个心脏疾病来 他就走了 像我奶奶 去年年底也走了 当然我奶奶已经97岁了 将近100岁了 说真的人生能够活到快100岁 走了也没有什么遗憾 那只是我们很舍不得 因为毕竟是我们的奶奶 所以有时候 人什么时候走也不知道 那有时候也很无奈 所以人生不是很长 就是因为不是很长 所以我们要对自己好一点 因为一辈子不会太长 那我们要对身边的人 也要好一点 因为下一辈子 你不一定能够再碰到它 所以我喜欢吃烤鸭 我喜欢吃美食 那一个朋友跟我说 一个新的会员跟我说 张艺民做股票 好像在吃烤鸭一样 在骗烤鸭一样 同一档股票 你可以一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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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的不断的把它骗下来 慢慢的吃慢慢的品尝 而且蛮好蛮不错的 其实他应该是在讲鸡鸭 在讲我的操作鸡鸭 今天我要把鸡鸭要出场了 我从3月14号 今天是4月8号 这段期间 我总共做了三次的鸡鸭 总共赚了83块 当然你一定会问说 怎么做的怎么赚的 一切都有从薄带为真 那做股票如果可以跟做吃烤鸭一样 可以这样一片一片一片 把他骗下来 因为烤鸭可以吃很多片 一只烤鸭可以割很多片 不是我们割一片就不要 那多可惜多浪费 那如果是一只很肥美的烤鸭 我们当然可以一片两片三片四片五片 这样不断的把它割下来 骗下来 慢慢的品尝 这是正确的 这也应该是这样做 你好不容易找到一档好股票 为什么赚三块五块就不要了 不可能啊 应该是要有机会 就要慢慢的把它片下来 慢慢的吃 这个片是一片两片的片 不是乱片的片 我们说烤鸭一样 把它片下来吃一样 所以做股票如果可以这样 一次两次三次 这样有第四次 第五次 第六次 第七次 第八次 第九次 那我为什么不要 我当然要啊 那怎么操作 这是我第一次讲 三列十四号 当时呈现这样一个现行 很多很多的买金巡逃出现 它已经脱离盘整区了 有没有 呈现三线盘多的态势 所以我当时跟大家讲 这档股票我要进场了 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精彩的重播 哪一道不请 一大堆买金巡逃出现 未来会怎么样 大家一起来看啊 反正我到时候放重播带给你看 然后我把这档股票会打开给你看 你不要说 可惜又没买 是不是这档 没错嘛 是不是叫基亚 对哦 那这一天三列十四号是礼拜天 礼拜五 当然礼拜六礼拜天就放假了 礼拜一开盘 三列十七礼拜一 涨停盘 隔天一开盘 一分钟又是涨停盘 有哦 到了这一天 三月十九 它已经不是两百二十五 已经两百七十五了 有没有 就这样一小段而已 这是我第一次出场 就这一笔五十三块 有哦 第一次出场五十三就这样一小段 像不像在吃烤鸭 这样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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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片下来 慢慢慢慢的品尝 当然一只烤鸭不是只有可以骗一片而已 你骗了这一片这边有一片 那这边还有很多啊 这还可以挖很多片啊 这最少挖好几十片没问题啊 那既然这样我们干嘛要放弃呢 所以我们做股票 如果碰到一档好股票 可以不断不断不断的来回操作 可以不断的把它皮割下来 慢慢的品尝 那为什么不要 当然要啊 对不对 这是第一笔啦 我们说看 当然卖完之后 它稍微做一个回档 那回档 请问三线架构有没有破坏 没有 那既然没有 我就会再买鸡 来我们请看第二次的重播带 老婆请 鸡亚 你一定会说 哎 鸡亚这样压回 张艺民275麦粉之后 跌到250 那这种格局之下 你会不会再买 你帮我看看啊 你觉得这格局OK吗 好像还OK嘛 对不对 那如果还OK 我就可能再买 说真的我已经买了 我们跟你说 我不但会再买 而且我已经买了 对不对 当时 拉回 或许你会吓到 我不会怕 为什么 因为三线的格局 并没有破坏啊 而且都是红棒啊 过两天又来了 又是275 鸡亚很喜欢跑到275 这边来让我卖 对不对 那既然这样 我就再卖一趟 有哦 就像吃烤鸭一样 对不对 师傅在那边 骗烤鸭 一片一片一片的 把这烤鸭片下来 骗完一片可以再一片 这边还可以再挖两片 三片四片五片六片 可以不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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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一只烤鸭可以挖多少片 数不完的 这么有肉干嘛放弃呢 不是吗 这是第二次 第三次 3月31 当时 260 请问这个多头格局 有没有破坏 没有 所以我做第三趟 260 今天 我出厂了 275 又回到275 有没有 又回到275了 275已经来三次了 我三次都卖275 今天第三次 来 所以我把它买掉了 一次 两次 三次 83块 头这边 像不像吃烤鸭一样 像不像这个大厨 在那边帮我们切烤鸭 去依然吃樱桃鸭 大厨帮我们一片一片 把它切下来 对不对 一片一片一片把它切下来 切完之后 摆在盘子里面让我们来品尝 我已经切三片了 我还会再切第四片 第五片 第六片 第七片 第八片 第九片 为什么 因为肉还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 那个会员讲的很好 他赵云民做股票 好像在吃烤鸭一样 就是跟整个在做 我跟吃烤鸭一样 一片一片的片 一片一片的品尝 那股票可以做多少次 可以做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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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不是吗 投资朋友 手骨一身材 操作股票不一定要换来换去 用对的方法 做你熟悉的股票 你能够赚最多 投资朋友 从3月14号到今天 说真的也没有多久了 3月14到今天4月8号 好像也没有很久啊 我已经赚83块了 那如果过两天 我告诉你 基雅我赚100块的 你会很惊讶吗 那如果再过几天 后续 我会告诉你 基雅我赚150块的 你会很惊讶吗 投资朋友 不需要惊讶 做股票就是这个样子 懂意思吗 来 股票市场迷人之处在哪里 就是啊 他不是一翻两灯眼 他不是赌博 而是可以赚完0次以后 接下来还可以再赚 就像我刚刚讲的基雅一样 那为什么很多人会对他失气热情 因为你股票可能套太深了 你可能买错了股票了 所以你到最后对股票市场没信心了 是不是这样 当然 他如果是一个正确的操作模式 那我绝对不可能只有做基雅一档 我还做心相 有哦 3月3号到4月3号 签名之前 我做了1 2 3 4 做了四趟 把这些钱都放到口袋里面 像不像在吃烤鸭 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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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片下来 慢慢慢慢的品尝 做国票就是这个样子 困不困难 不困难 但是你只要找到这个正确的方法 一切就会变得非常的美妙 你说我们的道理 我们进入广告再回到现场 uc activities 不许多 Rouge 有钱 律师 よろしく 不许多 选者 他 这个 她 东 懂得生活才是真富有 香菱淳清 淳未落成 8521-8808 掌握股市脈動 輕輕鬆鬆助你邁向財富人生 致富專線 022-2500-6999 022-2500-6999 大禹國際投庫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陷阱 多空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精準掌握股市脈動 輕輕鬆鬆助你邁向財富人生 致富專線 022-2500-6999 022-2500-6999 頭痛 僅用五分鐘 爸爸 老牌清理窗 專業附的是倒快 尋覽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清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最佳理打鼓也是膽有 最記憶啊 享用記憶啊 五分豬 歡迎回到現場 原來做股票可以跟吃烤鴨一樣 一片一片一片的片 吃到你過癮為止 真的是這個樣子 這是依然金營酒店最有名的櫻桃鴨 吃烤鴨的時候 當然師傅會在這邊旁邊 一片一片的幫你把這烤鴨片下來 片完之後你就可以一片一片的加上佐料 加上沾醬來慢慢慢慢的品嘗 原來做股票其實也是可以這樣子 我剛剛講的雞啊 就是最好的證明 雞啊 今天又來到275 從我跟你講的時候 底部出現一堆賣金營 到今天為止 我總共已經做了三趟了 三趟了 如果每一趟當作是一片烤鴨 我已經吃了三片烤鴨了 那我為什麼會吃得這麼安心 吃得這麼安詳 吃得這麼自在 因為它是兜頭格局啊 所以我就不會怕 我就很安心的吃它 然後就吃得很開心 已經吃三片了 83了 所以將來如果有一趟股票 我跟你說我賺了200 你會覺得很驚訝嗎 我跟你說我賺了100% 你會覺得很了不起嗎 沒有什麼 你也可以做得到 只是你還沒有找到這個正確的方法而已 股票本來就可以這樣不斷不斷的操作 形象 剛好從3月3號到4月3號一整個月 我做了一趟兩趟三趟四趟 吃了四片烤鴨賺了26塊 把錢放心安安全全的放到口袋裡面的 它的基礎很簡單 就是一個三線翻多的架構 有沒有很困難 不困難 只是你必須把這個方法學會 當學會你就會變得 一切都變得很簡單 有人問我說 張宜敏你會不會做網家 不會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轉空了 我怎麼會做 那你一定會問說 那張宜敏你曾經做過網家嗎 我當然曾經做過網家 而且我還賺了不少錢 我總共做一次兩次三次四次 你會發現我還是做這一段 那這一段還是一個三線翻多的格局 所以我就做了這一段 做了四次 都很輕鬆把錢放到口袋裡面了 那現在為什麼不喜歡他呢 因為他現在轉空了 你現在去買你也賺不到錢了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因為他格局已經不對了 懂意思嗎 好 來 股票多頭的時候 你可以喜歡他 一旦轉空了 你一定要避開他 只在最精華那一段 跟他走在一起就可以了 這就是我的操作的理念 我一直都會遵行這個理念 不會違背的 好 來 就是請 是不是一個很漂亮的格局 很多買進訊號 15個買進訊號 所以他後來噴出了 有沒有 所以我就會把這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把這些錢就可以安安全全的放到口袋裡面 你說有沒有很困難 有啊 不會做的人比登天還困難 你什麼時候一檔股票賺10塊錢 10塊啦 一檔股票賺1萬塊 10塊錢就好 你摸摸你自己的良心你最清楚 你騙不了別人 你可以騙別人 你騙不了你自己 對不對 你什麼時候一檔股票賺過10塊錢 那更不要講一檔股票可以賺184 那天妄夜譚怎麼可能 那為什麼張以銘賺得到 因為我就一群這個方法 吃烤鴨的方法 當他多頭的時候我就可以不斷不斷的騙他 騙完好吃入口 吃完再騙一片再入口 騙烤鴨來吃 一片兩片三片四片 四片不多啦 184 當然你就會問說 那張以銘你現在做自清嗎 對不起我現在不做自清了 為什麼 因為他很高檔出現買出訊號 還有什麼 自圓 唉唷我自圓也做了5次 那現在會不會做自圓 不會為什麼 因為那格局不對了 所以我現在不做自圓了 對不起 很抱歉我現在不做自圓了 該做那一段我已經做完了 現在我不喜歡他了 對不起因為他已經轉空了 來 太極 請問這一段可不可以賺到很多錢 當然可以啊 77%你不要小看耶 對不對 那張以銘你現在做太極嗎 你覺得這種格局我會做他嗎 可能嗎 你已經做他還賺不到錢了對不對 沒錯啊 是不是這樣 來 楊成 為什麼這一段都不能買 因為這段沒有翻多啊 那為什麼這一段就可以買 而且可以長很多 張以銘總共做9次的楊成 9次的齁 如果把它當作烤牙 我總共吃了9次的烤牙 吃完一片 再吃第二片 第三片 好吃 第四片 還是好吃 第五片 還是很香 第六片 宜蘭口感很好 第七片 哇 意猶未盡 第八片 哇 口水都流出來了 第九片 哎呀 真是人間美味 總共吃了9次 那你現在還會做楊成嗎 對不起 他格局不對了 所以我就不做他了 就這麼簡單 所以做股票有沒有困難 原來做股票跟吃烤牙是一樣的 來 什麼叫希望 往前看你就會看到希望 往後看你就看到一堆觀望 人的成長 是由希望堆積而成的 希望的動力來自於成長 投資朋友你有沒有成長 如果你沒有成長 你為了要賺的錢就會很困難 那如果你沒有成長 或許你需要一個工具來幫助你 或許他的名字就叫做 孤神系統 我們明天再見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價正確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謝謝你的幫助 讓我們有一個溫暖的家 想幫助別人卻不知道該怎麼做嗎 提醒您多的空屋可以透過租屋服務平台 租給有需要的人喔 不僅可以免費張貼租屋訊息 最高每年還可獲得1萬元的修繕補助喔 目前已有6個縣市加入租屋服務平台的行列 請上網查詢詳細說明 租屋服務平台愛屋及屋 一起來內政部營建署關心您 大禹國際投庫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陷阱 多空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精準掌握股市脈動 輕輕鬆鬆助理賣